您一定要注意看啊 如果家里再有吃不完的大白菜 不要总是炖着吃了 像我这样换一种做法 鲜香脆爽嘎嘎好吃 做法比和凉水还要简单 八分前一斤的大白菜 中间切上一刀 用手掰开 再把大白菜撕成大大的小块 再准备一个大萝卜 先切成粗粗的细丝 再切成大厚片 给它们全部放在一起 多撒上一些精盐 翻拌均匀 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把白菜杀软 腌出水分了 用手给它攥干 这个盐水你可千万不要丢 留着有大用 再加上我家的自然水 把白菜洗掉盐味了 不知不觉 我已经分享了1700多道家常菜 还没能收到您的小红心 上一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 家里面还有三个儿子在养 今天就给点一个吧 拜托你们 最后用力地把白菜攥干水分了 准备一把洗净的韭菜 切成小段 一个苹果切成细丝 给它们全部倒在白菜里 加上一包这个 韩式泡菜专用酱 这里面什么虾酱啊 鱼露啊 成分都有了 什么都不用老铁们放了 在家里面咱们也能做出 朝鲜族拌菜的味道来 而且现在都是 19块9两大包 真的很划算 把白菜拌匀了 即可开吃 放在冰箱里冷藏那更好吃 喜欢你也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 我看你也吃了 一碗 剩下来